Send forth your word Lord let Hong Kong be light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士旦尼 欢迎收看Hidden Agenda 的第十九集 圣经专家教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 在立陶宛救山艇计划如何去找字典情人 这一集的Hidden Agenda 是上一集的Hidden Agenda Part 2 which is 礼拜日的宗教版 上一集的Hidden Agenda Stanley 特别highlight 港餐会馆齐瓦哥的节目 齐瓦哥就说到 立陶宛那个救山艇计划是特别适合那些年轻的香港人 which is a complementary to BNO 5加1 签证计划的漏洞 因为existing BNO 5加1 签证计划 是未能涵盖到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 所以立陶宛这一个救山艇计划 就正正是BNO 计划的绝配 而在齐瓦哥的节目 他就特别是夸赞立陶宛是美女鱼云 但在Stanley的节目里面 就指出立陶宛的官方语言 是有三种 第一种当然是立陶宛鱼 而第二种就是波兰鱼 而第三种是俄罗斯鱼 在这个的语言障碍 虽然Stanley在上一集就说过自己年少时 在波兰的格弹斯黑 如何去克服语言障碍 和一位漂亮的波兰女孩子 经历了一个浪漫的晚上 固然如果你能够是 讀通别人的身体语言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你真的计划在一个地方 作出长时间的生活或者学习 第一件事你仅是要学习当地的语言 和了解当地人的文化 故此在上一集 Stanley就答应大家 在这一集的Part 2 立陶宛救山艇计划 就从圣经里面 找一些的专家 去教那些18至24岁的香港人 在立陶宛怎么去生存 所谓最basic的survival skill 那其实你要学习当地的语言 和文化作为你survival skill 的ABC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当然是齐亚哥讲那种的方法 找个立陶宛的美女做你的字典情人 英文是叫做The Sleeping Dictionary 那其实字典情人The Sleeping Dictionary 是2003年的一出movie 那个剧情是讲到1936年 有一个英国青年人 就去到当年仍然是属于 一个大英帝国殖民地的 马来西亚的东马 一个的省份叫做Sara Ra 中文可以翻译为沙拉月 或者Stanley所说的沙奴月 那这个年轻人本来就打算在沙奴月 做一些的教育工作 去教化当地的土著 那这一种的土著 他的名字就叫做Daya 中文就叫做达亚族 那如果你看着这张slide的中间 下方那个达亚族青年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他身上挂了那些是什么 没错就是人头 那挂得越多就表示他越有蓝指的气概 那其实沙奴月那些的达亚族人 是属于水上的达亚族人 那在中间上面那个地图 你就见到马来西亚东马的沙奴月 去黏着一个浅黄色的地方 英文就叫做Wescalimandan 翻译就叫做西加里曼丹 是属于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那Stanley曾经有一个project 就去过两次西加里曼丹 这个project就在西加里曼丹那些山区 计划开发一些的儿童中心 去帮上山上那些达亚people 那当时Stanley就想 involve多些香港不同中派的宣教机构 那当中就特别想 那北角宣道会是参与 于是Stanley就去了西加里曼丹的宣道会神学院 去了解那些达亚族的文化 那当时的神学院的院长和老师 都很重视 并且是请我和我太太一起吃饭 那在吃饭里面 Stanley就问了老师一个 不是太过合适的问题 因为那间神学院的老师和院长 都是达亚族人 大家知不知我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其实在正常的情况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只是问那些老师 你们有什么是不吃的 但是老师左想右想 跟着就和我们说 没有我们什么都吃的 那本来我就想问一下 会不会是不吃猪肉 因为印尼伊斯兰教是主流的宗教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个问题 是有什么的不恰当 就和这一幅相 那个年轻人就会找到答案 原来达亚族人 他们不单只是猎头族 而一旦他们开战的时候 他们会劏开敌人的身体 挖了心出来吃的 最近一次的大型食人的事件 就是1965年西加里曼丹的排华事件 当时在西加的华人 特别好都是妇女 都要搭船离开西加里曼丹 去到台湾和香港做过河的新娘 故此连人都会吃 那还有什么是会不吃的呢 好 说回字典情人那个剧情 刚才说到那个的英国青年 是一心要去到沙拉拉 沙楼月 教化那些水上的达亚 people 但是你要教化人 第一样东西 你就当然要懂得当地的语言和文化 故此去的上司 就帮他安排一名的土著的字典情人 负责他的起居饮食 教他们当地的土语 就是达亚画 兼且包括他的性生活 这就叫做字典情人 英文更加贴切 叫做The sleeping dictionary 包括睡觉 其实字典情人The sleeping dictionary 这一个概念 对海外求学或者生活的人 是一点都不会陌生 就比如在澳洲或者加拿大 这一种的方法 学的英文是最快 连别人的accent都可以学习 那当然最后尾 可能演霸成为一个inter marriage 中文就叫做二族通婚 那一里通就百里明 相信大家都会明白 在港餐会馆那条片 为什么齐瓦哥 必要mention 立陶苑的女孩 不是太高 而且个个都是美女 那当中的原因 是暗示那帮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 主打是男孩 去到这一个立陶苑 就可以找回一个字典情人 不单只可以很快地学到 立陶苑的语言 而且在当地生活 可以丰富起来 包括感情上的生活 也可以让他们更加容易 融入当地的社会 好 这么快就说完一般的secure 救生艇计划的survival skill 的ABC 而接下来 Stanley是想和大家 从这个圣经的角度 如何去帮助到自己 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去冲破自己的语言障碍 更加容易帮助自己 融入当地的社会 去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 当中Stanley会很快和大家 看一个圣经的故事 是讲到一班的语言专家 他们不单是精通这些立陶苑画 以及波兰画 以及俄罗斯画 而且神还给了他一种的特别技能 还经过 尊特拉华达所做过一出的电影 叫做Belominion 还经过今天的Google Translator 好 现在就让我们好快看下 这一个圣经的故事 那没错了 这一个圣经故事 就记载在这个使徒行转的第二章 Richards是关于犹太人一个的节日 叫做五秦节 是犹太人三大节旗之一 亦即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守那个余月节之后的五十日 不过在使徒行转所记载那个五秦节 是关于耶稣被针十字架跟着升天之后 那个第一个五秦节 而那个主于被针之后的第一个五秦节 圣经就记载门徒就在一起 跟着就突然间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圣经就说他们每一个门徒都被圣灵充满 跟着按着圣灵给他们的口才 就说起第二个国家的话语 有些人就Hello 有些人就Bonjour 有些人就Ciao 有些人就Hula 当然有些门徒就用香港话跟我们说 香港人加油 但是当圣经世界里面各地的人 看到这一帮门徒用他们的乡下话 去说回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大作为 圣经记载当时众人的反应就是惊讶和猜疑 大家都这样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那些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 乘搭这个立陶苑舊山艇的计划 去到立陶苑的城市 之后就透过情人字典很快学会了立陶苑的话 跟着他们就说回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 又或者包括他们怎样逃离香港 跟着几经辛苦才能够到立陶苑 那你猜立陶苑的人又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好像就跟当时使徒行转 那帮人的反应一样是惊讶和猜疑 跟着就彼此这样说 这帮香港人这样说究竟是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Stanley 也想说清楚 这一个假设是不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Stanley 故意是这样说 目的就是想说给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听 在这个时刻当你们盘算究竟坐不坐这个立陶苑的救山艇去到立陶苑 可能大家第一个的担忧就是自己的语言能力 但在试图行转这一个故事 讲到那帮的门徒最初他们得到圣灵的恩赐 个个都能够冲破语言障碍 但圣经在这里讲到其他人的反应是惊讶和猜疑 未必是能够明白你们说这些说话的意思 甚至有人会击翘你 即是说串你 说你们说这么多东西 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即是说你们喝大了 又或者有很多人 包括是上了年纪的香港人 他们不认同你们所做的事情 那你会怎么办 那其实Sunny是故意这样去说 并不是想细落那些18至24岁的香港人 而是想说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大作为 你是需要去沉淀 和需要一个震霸的过程 特别有很多你们觉得是勇武的作为 对其他人 他们未必是一时三刻就能够消霸得过来 那我相信在五旬节 那些门徒得到这个圣灵恩赐 能够说起 港外各语言那种的口才和能力 于是他可能立刻说 耶稣怎样是被钉死在十字架 跟着就在第三日复活 然后跟着就在复活后的四十日升天 那这些都是神的大作为 但是对于当时第一次听的人 他们只会是惊讶和猜疑 甚至乎觉得那帮门徒是饮醉了 那在这里想说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香港人当然是需要学立陶苑的语言 和适应当地的文化 但是更加重要 是在立陶苑这些相对为宁静的地方 去沉淀思考 这两年神在你们身上的大作为 要反思在那些事情上高 是神帮你们保获 而不是你们做得对 那在上一集 Stanley 特别是highlight 立陶苑的政府 为什么是这么恩待香港人 特别是那些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 其中一个原因 是波罗的海的三国人民 和香港人都有一个共同的DNA 特别是那一幕 他们是手拖手 一起捉起那条的人链 which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在32年前 立陶苑正正是用这一个方法 从苏联这一席的北極熊里面 是走了出来 好我们继续看圣经故事 让大家去明白有些事情 比语言能力更加重要 特别是那帮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 当他们要说到在板诵中运动 关于一些勇武精神 怎样去说才能够给其他人去接受 而令到听的人是扎心 去认同他们的行为 在二章十四节 当那帮母系第一身去参与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运动 他们觉得那帮门徒虽然是有那个语言能力 能够用他们的乡下话 说出他们的作为 但是他们并不接受那帮门徒所说的事情 认为他们是喝醉酒 胡说话 所以在二章十四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去说 在二章十六至二十二节 十二个使徒就首先用到先知若义书所说的话 去解释门徒得到圣灵的能力 并不是醉酒 而接着在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这帮使徒又有用大卫的诗篇 去解释耶稣的死和復活的事情 然后接着在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使徒又再次引用大卫的诗篇 去解释耶稣的升天的事情 并证明神是立了耶稣做主 做基督 即是救主 那如果大家是留意 使徒和门徒 他们都是讲到神的大作为 但是那帮使徒是经过沉淀 和加以解释 并且是引用先知若义的话 和他们的各父大卫的诗篇所说的话 去逐点逐点解释神的大作为 那这些先知和大卫的说话 其实在以色列人里面 就是叫做圣经的真理 故事在三十七节 当众人听见使徒 引用神的真理去解释那些大作为 是圣经的真理 令到众人都感到责心 并不是因为使徒 他们的语言能力 所以当时那帮由外国回来的犹太群众 他就问使徒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样做 其实这一段经文 我想和十八至二十四岁的香港人说 Stanley并不是不欣赏 勇武派的香港人 在二零一九年运动里面的付出 但是Stanley所说的是 很多海外的香港人 特别是上了年纪那一班 他们只会是从海外的TVB版的新闻 去接收你们所做的一切 又或者好像立陶苑那些人 他们是用和理碑的途径 去脱离当时的苏联的政权 也许在从前 他们曾经都用过一些勇武的方法 而是未竟成功 所以他们未必是能够一时三刻 去认同你们的行为 故此Stanley在这段影片 是多番强调 勇武一族是需要时间去沉思和沉淀 在反送中运动所做的事情 特别在这段经文 是需要有很多有力的证据 即是这班市徒所说的真理 去支持自己的行为 好Stanley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那些18至24岁的香港人 在立陶苑能够找到一本很好的字典情人 跟着用一些时间去自己沉淀反思 而变为有力的真理 使得其他人听到 你们在反送中运动所做的一切 令到人责心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拜拜 Send forth your word Lord let Hong Kong be light